别说话 闻我 我们今天因为社交专场 我们 也有一些网友给我们提出了很多 他们关于社交的疑问 需要我们用一些 我们有具有情商的方式 我们就派出一个人就行 那个人是 你去吧 我不是靠这些高情商 我就是靠我的热情 那也可以 你这个比高情商还厉害 你这个无招胜有招 哎呀哇呀 真的 这些拍马皮的缝气怎么这样 但都没有你拍的逮劲 这些体验都挺有意思的 哎呦 啊 是这样的呀 哎呦这么多机器 哦 所以就是看嘛 你看就是看这人秀来了咱们 看他怎么尴尬是吧 正好趁智盛不在 朋友们我宣布一个事啊 智盛公认是我们编剧部 社交能力最强的人 对吧 辛苦了辛苦了各位 我都不坐着了 情商最高 让这个呢 刻在我身上 哈哈哈哈 给我沾上 最能霍霍的人 老师你也是辛苦了老师 哈哈哈哈 你最也挺啊 哈哈 我们所以派他去做一个情商实验 他会去一个小黑屋里面 然后呢我们要派出几位朋友啊 跟他共处这个房间 谁能不着痕迹的 让智盛说出最少的话 谁就获胜 你如果是你碰到这种事情 你会怎么做啊 他说一个好朋友 复读痕迹出来 我想问他情况 应该怎么问比较合适 哈哈哈哈 眼里毫无还手机 又被控住了 天气就被控住了 智盛太厉害了 哎 哎 莉莉不知如何出手 其实你不杨丽不说话 也许是一种方法 不是 智盛一直要说话 智盛会叨叨 这提可拿了我的妈 哈哈哈哈 杨丽无语啊 这制服不了这个 应该不应该用语言了 就是该 只能有肢体了 对 就做一些怪事 你咋突然对乒乓球感兴趣 哈哈哈哈 这个他有一个疑惑 他个奇怪 对 你要不逛逛 啥的 哈哈 你们是有办法吗 这个时候只能 采用战术 哈哈哈哈 智盛 怎么了 别说话 吻我 哈哈哈哈 终于说出来了 已经在 在这个 误异空间里可别呀 智盛害怕了 别说话 我能做到后一个有点感危险了 哈哈哈 我就不说话了 不说话 杨丽不说话 待会 待会 哎 可以 还是这点好使 你真不说话 哈哈哈哈 我把杨丽受不了 杨丽受不了 因为气氛很奇怪 我主要是在不说话和围级之间做了选择 我选择不说话 好了好了好了 你自己打吧 我走了 我想看娘娘和徐志胜相亲 哎呦 还走这个线啊 哈哈哈哈 徐志胜你现在不是选择角色 你叫何广志 来吧 哎 别别讲 女朋友 我是何广志 现在 哈哈哈哈 他是谁是 说清楚啊 好 来 哈哈哈哈 全国人民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你这个试图看你干啥洗皮笑脸的 你不能笑 那个介绍人 你认识吗 哈哈哈哈 可以 是对的 嗯 我的领导 你的领导 我的妈呀 领导这么参与员工的四人生 太烦人了 他平常是不是还会 平常周末叫团建的那个 哈哈哈哈 戏还接上的 哈哈 那如果这种人他叫你去 你怎么拒绝了 哈哈 你答题呢 哈哈哈哈 你刚从电脑上看了 人家说我为什么要去 嗯 怎么有一群弹物 他算得清楚 我们直接就现场点名 这也太糟了 隔壁桌比较吵 隔壁桌比较吵 要不一块儿聊 您两眼相信 哈哈哈哈 行下一个 有一个这个 就是吃饭时没有位置 被迫和前任和他的现任拼桌 哦 那就徐志川娘娘和杨丽吧 你是他的前任 你刚不跟他好吗 现在你又跟杨丽好 相亲都成功了 哈哈哈 成功都分走了 这都相上点了 哎呀妈呀 这家伙 不好意思女士 您一位是吗 啊 可是咱俩现在这么熟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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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没有那么饿 其实 哈哈哈哈 我也吃饱了 哈哈哈哈 你俩还要一起走 新人他走吧 新人他走吧 哎呀 哎呀 哈哈哈 谢谢两位啊 哈哈哈哈 有底有底 我们的喜剧好短啊 我们都是四个漫画啊 娘娘今天感觉如何 社交体验 今天有难受吗 没有 没有 你平时喜欢什么样的社交方式 我们好奇论了 就是和不无聊的人在一起 就挺喜欢的 这是我们的 对 哈哈哈哈哈哈 感觉你其实挺会沟通的 是吧 我 我会先感受一下那个气氛 然后如果能沟通的话就沟通 如果不能 就 就闭嘴 娘娘你会拒绝别人吗 不太敢 那个我们想这一场让你上 哈哈哈哈 这个一定要拒绝 哈哈哈哈 行 我们回头再让主任 再跟娘娘伤感吧 看看能创作的进度上 行 小李这事就交给你了 哎 好 哈哈哈哈 刘娜 我今天劫子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决定 当麻药劲一过 我就陪你进去 敲门呢 慌了慌了 他肯定会很紧张 咱们一个人都不在下面啊 哈哈 直接就找这事 哎 哈喽 来到屋玩啊 你这样都理解他们了吗 哎 他们刚才 你先过来坐会儿吧 他们估计一会儿就来了 呀 你这感觉走进了别人家的公司一样 哈哈哈哈 你这家公司你弄的 哈哈哈哈 这个狙击一样的 哈哈哈哈 又拼了你这说啥呀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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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第一次到这里边来的吧 对啊 但但之前在那个在上海那个你就老去 你又要开开开变军会上的 挺好的 挺好的 哈哈哈哈哈哈 这才是正常他的状态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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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些社交小问题 我特别想听听一个 社恐人士对于这种社交难题的回答 来 咱们找一个你看一个可好玩了 这事真是完全一秒钟都不会停 直接进入社交 比如这个 这个这个真有意思 说朋友圈发了自己认为好看的照片 被朋友评论 你眼睛真小这种情况 我应该怎么回复 你怎么说 你又把他拉黑了 我好像没有过这种朋友 我的朋友都特别怕伤害 那是不是因为你的眼睛不小了 逗他了 他俩车有点弹开样的感觉 是不是因为你的眼睛不小 我一般不会发自己认为好看的照片 我好像没有自己认为好看的照片 就你很少发早看是吧 你跟脱色弹开 哈哈哈哈 他来脱色 太恶色了 你听说 我我你看我的答案可有意思 可可见了呢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啊这题有的题真挺难的 比如这个 他俩怎么挺甜 歌上了怎么 哎呦 脸踪上了答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太高兴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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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工作的休息时间 领导喊你出去剧本上 周末短点 你不想去该如何应对 千万不要让领导感到不舒服 对 给刘导说 刘导我今天截肢了 哈哈哈哈 但是我觉得 都麻药劲一过我就陪进去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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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能播吗 哎呦 快点叫停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